昏昏欲睡想提神 很多人都会想到好用的薄荷棒 近日却传出有一男子因过度使用薄荷棒 导致鼻孔红肿发炎 医生警告薄荷棒成瘾 将会有诸多坏处 喜爱使用薄荷棒的朋友注意了 近日有男子鼻孔红肿不适 到医院找医生求救 医生发现一切的病因 就是来自薄荷棒 医生警告大家 长期使用薄荷棒将有多种坏处 包括鼻黏膜肿到发炎 黏膜损坏 严重的话甚至嗅觉能力也会衰退 除此之外 由于薄荷棒充满化学性物质 长期吸食易上瘾 而且会造成血管性头痛 有三种人特别不适合使用薄荷棒 具有过敏体质的人 免疫力差的人和糖尿病患者 医生建议如果真的想要使用 最好先在脖子耳后做测试 看看会不会起过敏反应 网友看了新闻 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验 我买过烈纸的 里面的过河快脆掉 必须直接卡在鼻腔内 当时在开车真的很难过 从此我再也不用这个了 提醒大家务必小心 想要瞬间提神 过河棒确实是方便的商品 但是 要小心它的副作用 照着医生的建议使用准没错 zie后祝它 选除选很多 此外 好